我说好久没来南昆山跑山了 也好久没有是沃沃的车 今天的感觉是正好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就这一代的S60刚上市的时候 大家觉得哇真的挺期待的 我终于把S60这个车换代了 而另外一个大家关注的重点就是 那一台车出的T8版本 因为它起步的价格40万不到 但我们能买到什么 一台百公里加速4秒7的车型 然后很多玩车的朋友都说 哇那个车真的挺好 这台真正的高性能车型 我们都去买它吧 然后大家嘴炮到现在 好像身边也没有延久 所以我到现在也借不到车给大家 去拍视频 所以我觉得挺遗憾的 那今天不一样 我们借到这一台新款的XC60回来 这是一台改款的XC60了 然后我们看到到新的保险杠 新的中网的设计 然后它的logo呢 现在换成一个比较饱满的状态 我觉得这个感觉会好看很多 但这一些改款的地方都不是重点 真正重点是在这 你看到这你就知道 这是一台插电的车型啊 其实这是目前卖的最贵的XC60 真正的T8 虽然我们借不到S60的T8 但是这台XC60的T8 我觉得也算是个补偿 虽然它百公里加速 做不到4秒7 但起码这一台车也能做到5秒5 真的是一台挺快的SUV啦 所以我今天是希望通过这一台 绿排的XC60来看一下 到底沃沃做这种插电混动的车型 跟其他品牌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我自己对于XC60混动的车型是这么理解的 就它可能虽然里长比较短 50到100公里左右 但是它能够满足我们日常使用 比如说上下班的时候 晚上冲白天用 对 基本上能存电去用了 就挺省成本的 如果真的去到外地啊 出远门什么的啊 对我可以用到油箱里面的油了 你长短的路程都能够兼顾 如果从使用上面来说 它应该跟原版阳油车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除了满电的时候可能加速会更加像电动车 然后要安静一点点以外 它性能应该是差不多 那我不是这么想的 你看这一台车 如果你买的是阳油的B5的车型 它高功率嘛 它就可以做到250匹 我觉得挺合适的 但是这一台T8的版本呢 哪怕它是单纯发动机内状态 它已经做到超过300匹了 如果是算上电机的功率的话呢 这一台车已经是做到接近400匹的一个状态 真的是一个插混的车型 马力就比普通的250匹要多了 那么多 你觉得真的很神奇 平时那个车可能百分比加速就是7秒出头嘛 那这个车已经做到了5秒5 这个车妥妥的就不是插电混动未省钱 那真正正正就做了一个插电混动的性能车出来 真的很不可思议 其实这一台车呢 现在是没电的状态 就因为他们给到我的时候就没有充电 然后它也只是慢充 它就11度多的电 但是现在没电的状态 开着也挺爽 有点像是我们开平时普通的混动车鞋那样子 但是它大部分情况下你是听不到发动机的声音 你就现在悠着去开 我觉得这个车这种电门 或者说油门的响应很迅速 就很像我们自己在开电动车的那种感觉 反应挺快的 但如果你是真的大脚油下去 是有点像是我在开利斯2.5G机那种感觉 就是一脚下去 哇那种速度马上就蹦出来了 而且那种键压的过程真的会缩得非常的短 马上就能有响应 我觉得这种感觉真挺好的 而且它不像是B5的那种感觉 因为B5哪怕它现在是加了一个48V进去 但是它那种辅助的力度 跟这个T8是完完全全不同一个层次的 这个一脚下去你就觉得 哇哇我在开这个高性能车 就丝毫不会察觉自己在开一下它混动车 而且平时我们开那些插电混动的车型 最烦什么就是你安静的时候用电 真的挺安静 那一脚下去的时候 你听到那些发动机声音 觉得哇整个环境突然间被破坏掉了 这车不好开 还是充电好用 就是那种感觉 但这个车不会 我可以让你们去听一下 它发动机进来的时候是什么声音 一脚下去 就是那种很厚的发动机声音 我也觉得它吵 开管动车最怕就是它一脚下去就很吵 这种声音你觉得很厚 然后很有底气 而且它不吵 半件事你看 这种声音我觉得就好听了 而且这个车关键的门就快 所以你真的买握握这种T8的车型 你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是为了省那一点点电费 而去买一台绿排的车 这个车买的就是为了性能 所以握握买T8 无论是XC60还是这一台稍微慢一点点的XC60 我觉得都是因为它的款 而且那种动力的响应 真的跟B5那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 XC60这次改款呢 有一点挺好的 就是它终于把原本T8才有那个水晶挡把下放到B5的高配车型上面 也就是说你买个B5也能够感受得到这里的档次提升 因为这个水晶挡把真的好好看 还有这个液晶的屏幕跟这个的搭配还是那个样子 但这个车机现在变了 现在换成了一个安卓内核的新车机 这个车机其实使用的逻辑跟原本握握的车型是不太一样的 就全球也会同步成这个样子 因为这里面对我们来说最大本土化就是它内置已经是有了高德导航 然后用的逻辑是会更加像是一个平板 关键是它使用起来会快 其实调整起来的话 我觉得用的会方便一些 不过有个不太好的就是它是没有支持CarPlay 当然沃沃官方说这个东东迟连会给配上 因为沃沃用着CarPlay 你们都知道那种感觉是跟其他车不一样 整个排版都不同的 我相信这个东西迟早一定会有的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还有就是你会发现这里是没有了驾驶模式选择的选择在这 你要弄的话得进到里面的菜单去选 这一台T8的车机我们看得到有Hybrid Power Offroad AWD 包括Pure的版本在这 Pure你要有电的时候才能用得上 其实这一些驾驶模式我觉得无论哪一个都好 真的是日常开的它上下班去买菜 哪怕是停车薄味 我觉得这个转向手感都会比较轻松 就很好开 就哪怕是你给老婆去开这种车 你就觉得放心 他不会觉得费劲什么的 停车 话说去一些旧城区我觉得方便 然后这一台车因为实在是太贵了 所以它的配置真的很多 宝华伟健的印象 然后这里面是有通风加热座椅 里面的装饰真的跟入门那版本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上面 所以我是挺喜欢这里面的氛围的 你可以说这一套内饰可能看起来有点保守 甚至是有点老气 但是它的一些细节确实要让你觉得 我选的这些材料是有品味 宝华伟健的音响 对吧 听起来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的轻 所以它是有细节 而且这一台车是有4C的自信底盘的 所以走起来那种底盘的行驶品质 那种质感确实真的舒服 本来的性能就不弱了 所以你开着它你就觉得有这样一个底盘做支撑 再加上这样一个5秒5的百公里加速能力 近400匹的这样一个水转 真的开这种车就觉得特别的舒服 就你买同级的车型很少能给得到你这些东西 就我觉得除了框架以外 其实它日常去使用的一些科技装备或者说安全预警系统 是真的用起来挺容易上手 而且你觉得很安心你明白吗 就比如说这台车的领航系统 就大家都在倡导着什么L2自动驾驶 其实它也有这个东西 但是它这个领航辅助 就你一键开启以后 它就会自己去识别车道 然后开起来那种感觉 就是特别像是自己在开 识别率高运渗速度快 我觉得才是让我们觉得安心的一个地方 那我之前我看过他们的广告片 就是说的什么鬼探头小孩自行车冲出来 车能够自动紧急刹车 然后又能够紧急避压 而且关键是识别率 这个东西真的能够帮到你避免这些碰撞 就是你会觉得看完这些东西 然后自己也亲自感受过它那个紧急自动 然后领航辅助这些东西以后 你就觉得这一套的安全系统 会给你的信心大过整个框架 当然我们也会知道其实它整个框架是真的好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呢 就这些车新车买回来那味道不大 如果你真的要买T8的车型的话 可能看错了更多的就是这台车的性能 真的T8不要为了省油省钱来去买它 性能真的是被大家忽略的一点 真的自己实际去试了之后才知道 沃沃原来是这样子去做他们的插混系统 因为绝大部分人买插混的车型 可能就是为了这个指标 或者说短短几十公里的需要理想 而你需要去忍受就是这一台车 如果没电的时候 那个发动机介入那个声音 那个动静的真的是很大 就破坏整个好的印象了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用车就觉得 就真的挺屈臼的 明白吗 但这一台车不一样 我没想到沃沃原来是做这种插混的车型 是把自己的性能做得更好 这个车就像一个 可能你买个Q5跟SQ5的那种差别 你明白吗 所以这个车确实很讲性能 但确实车价是真的有点贵 然后普通版的B4 B5的XC60 也趁着这一次改款 就做了一个动力的提升 就加入了48V 所以我们才看到到B5 现在是做的到去了250匹 所以那一车呢 我觉得你可以关注一下 因为价格没有这个去到那么高 但今天我真的是没有时间去试那个B5的车型 我觉得试了这个T8已经是很满足的 因为我现在是真的清楚的知道 我原来做插混是用这种方法的